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今天是5月20号 星期四第一节 那这一堂课呢是四年假班的国语课 课本范围是在100页到102页 那请小朋友准备好你的国语课本 还有你的文具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上课咯 好 一开始也是一样 我们先请小朋友先来念一下 我们这一课的课文 好 那我们就请女生先念第一段 台湾的孩子在淡水河边歌唱 海峡的风浮动他们的衣裳 为他们打造的城市正逐渐茁壮 湛蓝的天空俯瞰他们细小的足迹 美丽的世界等待他们开创 好 第二段我们先来念一课 台湾的孩子在浊水溪旁歌唱 高耸的中央山脉 寒笑聆听他们嘹亮的嗓 滑破天际 风一般吹过田舍与农庄 满天的星星偷偷记下他们睡前的希望 醒来张眼就看到灿烂的阳光 好 接下来第三段我们就成本训练了 开始 台湾的孩子在高屏溪上歌唱 亮丽的平原翻动着稻碎的金黄 有黑的肌肤在椰子树下发出光亮 大海伸出双手 涌他们于壮阔的胸膛 乘风破浪 他们写下台湾的梦想 好 那你念完这三段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三段的一开始都叫做台湾的孩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段的话 你会发现它有三个不同的河流的名声 一个是淡水河 第二段的话是佐水溪 第三段的话是高屏溪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地理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他们的地理位置 在你们的课本上也有 好 淡水河是在这个北部 淡水河的出海口在这边面对的台湾海峡 那佐水溪是从这个中央山脉流下来的水 这边汇流而沉 然后到佐水溪在中部这边出海 那高屏溪呢是属于南部的河流 它也是一样 好 这样流流流往下流 会流向这个 出海口是比较靠近小琉球的 好 这个是小琉球 好 所以呢 它其实是把台湾这个部分呢 它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北部 中部 以及后面的南部 好 所以它是描述这三个部分的孩子 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作者对他写的这一首诗 有什么说法呢 好 那就请你看哦 我们先看一下动画 稍微等他一下 台湾的孩子 向阳的父母在民国四十九年 开设全台第一家冻顶茶行 林奇样从十三岁就开始写现代诗 到四十岁那年才开始写作同诗 由于家乡露骨 沐浴在金黄阳光下 于是他为自己取了向阳的笔名 并把他陶醉不已的茶香记忆 以及童年的淳朴生活 都写进同诗和儿歌里 这是台湾 是我们生长的地方 诗人向阳为台湾的孩子们 写下这首同诗 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 我家门前有小河 后面有山坡 台湾的孩子在淡水河边歌唱 哇 好凉的海风 快看 都轮开过来了 嗯 嗯 好多游客呀 对啊 不仅游客越来越多 这里的房子也越盖越高呢 海峡的风浮动他们的衣裳 为他们打造的城市正逐渐茁壮 大家看 天空有一朵微笑的云耶 哈哈哈 真有趣 哈哈哈哈 湛蓝的天空俯瞰他们细小的足迹 美丽的世界等待他们开创 好 接下来他讲中部咯 这一条溪流就是刚刚说的 向阳站在山坡上 拿着相机拍下眼前的景致 佐水溪 台湾的孩子在佐水溪旁歌唱 米浩米桑 米浩米桑 你们好 米浩米桑 请您在阁楼的通铺 和孩子们一起挤一下咯 感谢您 满天的星星 偷偷记下他们睡前的希望 醒来张眼就看到灿烂的阳光 向阳走在田准上 拿着相机拍着稻田 台湾的孩子在高屏溪上歌唱 亮丽的平原翻动着稻碎的金黄 有黑的肌肤在椰子树下发出光亮 早安 您要不要喝新鲜的椰子树 早安 好的 谢谢 请尽情享用 谢谢你 小朋友 将来 你想做什么 我将来 想成为大厨师 利用椰子树 烹调各式各样的美食 嗯 祝你梦想成真 大海伸出双手 涌他们于壮阔的胸膛 乘风破浪 他们写下台湾的梦想 好 那我们影片就看完咯 OK 所以我们就分成三段 好 那所以作者一开始就讲了 这一天他写台湾的孩子 他的文体是什么呢 好 有小朋友已经讲出来了 没错 他的文体就是诗歌 好 好 所以呢这一篇的大意 好先把诗歌写上去 这篇的大意呢 就是台湾的孩子在歌唱 这一句话 很重要 因为他重复了很多次 好 OK 这是他的大意 好 那我们再来呢 就把剩下昨天没有看完的生字看一看 先来看第一个 韩 韩 韩 好来请念韩 二声韩 口部七化 所以韩的解释 呃 的语词有这些韩笑 韩情默默 这个中我们昨天 这边学的麦是一样的 但是呢 因为它是多音字 所以我们也可以念默 好 包韩 好口韩的 这边都可以 含水分 含苞待放 含辛茹苦都可以 好 含苞待放 好来请你写一下 这四个字 成语 形容花朵 将开而未开的样子 好 快要开了又还没开 这叫含苞待放 再来含辛茹苦 就是忍受各种辛苦 就像你们小时候 呃 刚出生啊 到现在这么大了 那爸妈 爸爸妈妈 或是阿公阿嬷 外婆我在抚养你们的时候 他们其实 受尽各种的辛苦 你什么时候哭啊 闹啊 不讲话啊 他们也不知道啊 所以他们含辛茹苦的 把你们抚养长大 OK 好 再来 这个是成语的部分 含苞弄孙 解释 情容老年人 甜事悠闲的生活乐趣 含苞弄孙 好 这个字是含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字 寥 寥 寥 好 聊的时候请你小心喔 第七话跟第八话这边 它是点跟撇而已 它并没有超过这个大 所以你写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好 来看聊的意思 那聊的话 我们通常是形容声音清澈强亮 所以我们会用聊量来造词 所以这边的话呢 这个课本语词也是聊量 所以你就照聊量一个就可以了 没关系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字 班 班 一生班 周部实化 OK 好 它的语词 兄弟班 姐妹班 所以就是班有同样的意思 一班也是一样 还有那班百班 它就是种类的意思 这样那样的意思 好 百班就是百样 很多样 所以那班就是那样的意思 百班就是各式各样 或者是用各种方法跟态度 这边有百班标南 好 不是指一百种 这个百是虚词 是各式各样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成语的部分 一般见识 好 你可以写的 一般见识就是同样的事件细度 一般见识 好 这边有例句 既然已经知道他的品格不高 就不要与他这种人 一般见识了 就是不要理他就对了 不要跟他一样 是叫一般见识 同样的事件跟气度 OK 好 这是班 好 再来下一个字是 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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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身射 舌部 阿话 好 下面这个是他的部首 要小心 舌部 不是上面一话或二话 好 射的话 然后呢就有房舍的意思 住宅 房屋住宅 还有这道饲养深处的地方 好 宿舍就像接受果中 好 有些小朋友他可能住在后山 所以他还面接受果中的时候 就会有宿舍 住在宿舍 好 那田舍呢 就是在田中央田附近 好 在旁边盖的一个房子 叫田舍 房舍就是指我们的房屋 那茅舍的话以前是用茅草盖的 他们就叫茅舍 那还有这边呢 给猪住的叫猪舍 给牛住的叫牛舍 给羊住的叫做 对 羊舍 还有给姬住的叫姬舍 没错 好 还有牵称自己的住所 叫寒舍或必舍 好 还有这边有量子 退避三舍 还有这边 对人牵称自己年幼的亲属或亲戚 舍弟或舍妹 好 那这边的话舍 这边有成语的部分 你先看 退避三舍 好 刚刚讲过了 那我先给你看解释 等一下我们再抄 好 所以这个地方 退避三舍的意思 这边退避三舍的意思 好 来看喔 退避三舍的意思就是比喻 主动退让 不与人相争 退避三舍 今天我是敬重他 所以退避三舍 别误以为我是在爬他 好 主动退让 出语人相争 我不想跟他专 我自己退 好 我自己让他 好 这叫退避三舍 写好了吗 ok 写好的话呢 那我们就从 韩 韩 对 从韩这个字开始 ok 从韩这个字开始 我们拿出来喔 一二三四五六七 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搬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射 射 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睡 那睡的话我们下次再写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国语课就先上到这边 那 我们的作业是这个地方 今天写甲本五十七页到五十八页 好 那因为今天我们没有上数学课 所以我们数学的话我们写的是之前的 好 之前的三十六页还没有写完 我们先写三十六页 那一样你学习上有任何问题呢 就请你再群组发问 好 或是我们下一堂上课的时候 你再提出问题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记得要超年多步喔 每天都要超年多步 ok 好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先下课囉 请不吝点赞